这边谢早兰完全开拜花之后 我就没有给它修剪 上次给大家演示了一下怎么修剪 就是说这个叶片比较长的 掰掉一半 六节的话掰三节 之前掰掉叶子的这个地方 就已经长出这个嫩叶子来了 所以为了让它不影响下次开花的话 现在我就全部把它们掰一下叶子 很多人说他买回来的这个谢早兰 开了一次花之后 后面就再也没有开过花了 这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花后 没有给它修剪导致的 因为这个谢早兰只有这个新长出来的 这个叶片才更容易开花 还有就是这个叶片过长 它也是不容易开花的 那这个叶片要怎么掰呢 之前我有讲过这种过长的 给它摘掉一半 如果实在是太长的话 就留三节比较壮的 就可以像我这样 一节两节三节 如果比较短的就少掰一点 这不是绝对的 就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判断来吧 可以把它掰得差不多整齐就可以 在这里 谢谢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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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不好埋 我就把它撒在这个盆涂表面 这个修剪下来的叶片 也不要就这样扔了 可以拿来扦插 这个卸澡栏是非常好扦插的 之前我修剪下来的这个叶片 就把它扦插下去了 现在全部都扦插成功了 所以说这个花后修剪 不仅可以让它下次更好开花 而且还可以一盆变多盆哦 那要怎么扦插呢 接下来我就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就是掰下来的叶片 要给它亮一天 这样的话它的这个伤口就更不容易腐烂 这样子就会让它更好 这样子就会把这些放下来的叶片 这就是这样子的叶片